近日啊,长沙市民王先生向我们的调查记者举报,在长沙少山北路的某酒店内,每晚都有多名穿着艳丽的年轻女子频繁出入,通通是色情服务。 问了何时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我们的记者联合长沙警方在酒店附近展开了补控。 据举报人周先生介绍,在长沙少山北路的柯林浩海商务酒店,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每到夜幕时分,就会有多名打扮妖艳的年轻女子频繁出入酒店。 为调查这些女子前来柯林浩海酒店是做些什么? 记者和长沙北路派出所邻近乘坐采访车,来到了酒店外,多一点监控。 请把电话说吧,这电话它应该是现在接声音的单子。 在调查过程中,林浩发现,酒店门口的几名男子一直不停地在接听电话。 而每接听一个电话,酒店里便会出来一名或几名妖艳女子,跟随接听电话男子乘车离开。 短短三个小时内,这些女子便在酒店出出近近,往返了几次。 通过两天的蹲点观察,林浩发现,分别是一辆纤维抬照的银白色面包车和一辆纤维抬照的宝蓝色轿车,负责接送腰队女子。 为了了解这些女子究竟是去向何处,林浩和记者分别遵踪了两辆小车。 15分钟以后,一女子在长山市万家立如下了车,并且立刻进入了附近的一家七天酒店。 另外一位女子进入了东藤的香槟石上酒店。 经过了几天的蹲点跟踪调查,林浩基本摸清了这些妖艳女子进出长沙各大酒店宾馆的规律。 那么这些萌装叶某的女子究竟是从事什么行业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她们在这里考虑了长座房,好多女子都在里面,我们觉得男的好像是电话负责的。 这个男的是那个精英,这个年纪小一点的是酒店的精英。 她们现在在打扇,发病难车,说明她们很熟,知道吗? 为了调查清楚酒店门口的男子是否向举报人所说的专门负责电话联系业务。 记者几间中折,从酒店工作人员手中获得了她的联系方式。 电话里男子直言不讳的向记者宣传了她们的各种色情服务内容, 并吹嘘她们的女子都是来自长沙各大院校。 为了进一步掌握这个色情团伙的人员结构,以及丰富动向, 记者在长沙登堂的香槟时尚酒店开了一间房,再次联系了电话男子。 15分钟后,一名年轻女子进入了房间, 开始介绍自己的服务项目。 那是多少钱呢? 3500元。 不是300元吗? 那是500元,那是500元,那是500元。 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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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立即拒绝了女子,并要求女子离开。 随后,通过比赛蹲点时所拍摄到的录像资料, 发现这名女子正是之前在长沙格林豪泰酒店门口被男子送上车的那一个。 调查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 没完出现在格林豪泰酒店的腰间女子, 背后就是一个大型的色情窗户, 不仅有固定的人负责联系业务, 还配有钻车接送。 为了查明这个色情团阔的窝点, 林景耕中了其中一位刚回酒店的腰间女子。 女子进入电梯后, 从电梯显示的楼层可以看出, 女子在四楼下的电梯。 林景推测, 该色情团阔的窝点就在格林豪泰酒店四楼的某间房内。 但四楼多达几十间客房, 窝点究竟是在哪一间房呢? 林景来到四楼仔细寻找, 发现四四零房间传出了数女女子的嬉笑声。 四天的调查, 在掌握了色情团伙的基本动向之后, 到了收网的时间。 长沙文一路派出所的林景召开了特别抓捕会议, 并且成立了行动小组, 随时准备一举捣毁这一藏匿在酒店内的大型色情团伙。 为了保证抓捕行动万无一失, 出发前, 所有参与抓捕行动的林景都将通讯工具主动上调。 凌晨一点, 林景兵分三度进入酒店。 很快, 一组民景在酒店的大厅内, 控制住了该团伙中的幻疯男子, 以及负责接送师祖女的小车驾驶员。 与此同时, 另一组民景直扑酒店四楼四四零房间。 在四四零房间内, 林景现场控制了一名女子。 该女子正是该团伙中负责派单和统筹的专门人员。 在屋内, 林景还搜出了大量现金及必定工具。 经现场审讯, 该女子交代, 其他姐妹被送到了别的酒店。 而在本酒店的六楼一间房内, 就有一名狮竹女正在提供色情服务。 最后, 林景将房间内正在实施色情交易的男女 全部带回盘租所, 继续要。 旧, 今晚点击, 除了, 早上。 小伙子, 努力实施色情が母带回盘租所, 从未只是提供色情具, 全面默套他人的试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